前段时间其实在拜登有签署一个关于西藏的一个法案 叫做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它是对于美国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的一个修订 为什么我的标题说它不是蠢就是坏呢 因为你单看这个法案的题目 您会发现 它是在强调什么 西藏跟中国是并立的 给人一种西藏的地位是未定的 以及和中国地位是同等的这种错误的一个印象 我就想请教一下谦哥 那您如何来看到这个法案出台之后 中方的一些反制措施 美国先打这个新疆牌 那新疆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新疆的治理 这十年来成效非常的卓著 新疆的稳定度越来越好 我们都知道过去新疆很贫穷很落后 对 它本身因为贫穷落后 教育资源各方面都不够 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极端组织所引诱所吸引 因此他们基本上来说 即使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已经很好了 特别是像高考 这些都已经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的一个帮助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当你一个整个地区是贫穷落后的话 极端主义就生长的土了 对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就把新疆的这些基础建设 你想新疆有多大 这么大的地方 你的基础建设能够盖到这个程度 然后再把很多的地方都把它城镇化 而且它的城镇都是美轮美奂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事实上是使整个新疆是越来越美 然后很多新疆人 据我的了解 很多新疆人就把他的这个房子 例如说顶让或者是卖给汉人 然后他就或者是作为民宿 然后他就到城里面去买一个小套 那他就可以成为城里人 那他就两边可以住了 其实新疆人的生活是比以前好很多 好的非常多 然后太阳能板 还有就是因为基础建设做得好 所以新疆的这些经济的发展 也就起来了 很多的像汽车工业 德国的汽车工业 中国的太阳能板的 都也都进入到新疆 因为他们可以从一带一路的方式 更近的就进入了欧洲 所以他们当然都很乐意 都走这条路 新疆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人民生活越来越 幸福感越来越高 稳定度越来越好 社会自然越来越好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再打新疆牌 因为他的制造的谣言被很多的观光旅客 因为欧美的很多旅客到了新疆看到以后就说 怎么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怎么这么漂亮现代化的城市 那当然有些人就说 哎呀你不能把以前的老棚屋拆掉了 不过我们要问的地方是在于 北京的胡同都拆光了 为什么新疆的老棚屋不能拆 找些话来说 找些歌来唱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应该要怀旧了 看以前落后的情况 才会有这个文化的元素 谁说 那个你只要有几个 有几个是古城留得很完整就可以了 让人家了解 有几个古城留得很完整 不一定是要全部都保留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你到伦敦去看 你没看到他很多 以前老旧的片区也都全部拆掉了 连法国巴黎也都一样 有很多老旧的片区也都拆掉存盖了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有些人叫装得很文青 哎呀新疆不能这样子了 应该要保留古建那个老老旧的了 不能这么公立主义了 哎呀现在的政府太没有文化了 那那个就是假文青 因为你只要问他一句话 那你是哪里来啊 北京 北京你以前住哪里啊 二环区 然后呢 哎那你们的胡同为什么要拆掉啊 哎呀那个胡同不能住人啊 一个小胡同住那么多人啊 大家生活很痛苦啊 水电不方便啊 上厕所不方便啊 这个不文明啊 或是我们要拆 哎那你胡同可以拆 那为什么新疆的那个老旧去不能拆 你就可以看到两套标准 不管 反正这种假的文青一堆了 就算了 不假 但是问题就在于新疆越来越好 人民的满意度越来越靠 治安越来越好 这个牌打不下去了 然后就打台独牌 打了台独牌了以后 您看了 现在解放军在台湾的四周的军演 其实日本最新的一个资料 防卫部门啊 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一个礼拜 台湾结束 用得到一个礼拜 一定是速战速军 这是日本 日本加入的情 一个礼拜 结束了 就台湾战败投降 好 美国现在台独牌也越打越害怕 因为大陆的态势很明白了 对 怎么办 香港牌不能打了 没得打 港独牌没得打 台独牌没得打 江独牌没得打 就打 藏独牌 已经沉睡多年的藏独牌 突然间开始打了 那他先怎么做呢 哎呀 这个达赖喇嘛就说了 哎呀 他的膝盖痛了 所以他要到美国去看病 那我们一听 我们就知道来了 大陆一看就知道来了 打赖 跑到美国去 膝盖痛 要去治疗 结果你看 生日 布林肯就给他唱生日快乐歌了 对 接着这个法案就出来了 坎白说 没有用啊 那他为什么要打西藏牌 那就是因为莫迪嘛 莫迪 他这次选择乌七八黑的 难看舍 是 然后呢 边界的冲突就把他扩大了 但是我一直在 所以就是你看 莫迪 印度就玩这个游戏嘛 莫迪选择一大乌图 边界冲突打起来 然后呢 哎 这个达赖的事情就可以处理了 然后美国就把他弄过来了 然后就玩了那么一招 那也没什么伟大 也没什么了不起 能改变现状吗 但是我一直就在观察 美国这个法案出台 有四五天的时间了吧 我一直在看印度方面的一个回应 没有任何回应 就是美国把牌都做给印度了 但至少目前看来 印度是不敢用这一张牌的 谦哥 莫迪到了俄罗斯 我相信普丁也跟他谈了一些事吧 对 也跟他谈 你这样子跟着美国闹 对你没有好处啊 我个人是觉得闹不出来的 而且坦白说 印度也闹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这是很时代化 第一个 印度闹不出什么东西来 第二个 阿赖的藏独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然后第三个 现在谁李拜登政府 我这是时代化 现在谁李拜登政府 大家都在找川普 因为大家都在想 你四个月后还会不会是你 很多人都已经 内心里面已经开始心源意马了 开始在找新的对象了 开始偷偷的跟特朗普的团队接触了 而且今天拜登又扬了 这本就明显了 拜登又扬了 我就想说 哎呦 这老头 祝他身体健康吧 因吗 工的 工程